周二 加州州长纽森和州参议院临时议长迈奎尔会面 寻求抑制油价飙升的方案 他们在新闻稿中宣布 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吉亚尔·库里和议员哈特正在起草一项提案 他们希望通过监管汽油供应来降低油价 并要求炼油厂储备额外的石油 哈特表示 如果炼油厂因为维护而不得不减少供应量 就需要避免价格波动 以保护加州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 也有立法者认为 这样做并不能让油价大幅下降 高额的汽油税和严格的法规才是导致加州高油价的原因 对此 纽森曾在9月4日的记者会上说 降低汽油税并不一定会使油价下降 截至美国汽车协会周四的数据 加州每加轮油价约为4.66美元 比全美平均值高出1.34美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导